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相要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的 有权力和义务两方面 所以他就讲过 他讲贼人者为之贼 这个是明显跟孔子是不同的 他讲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禅 禅贼之人为之一夫 反正就是我们讲独夫 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所以我听说的是什么呢 诸一夫咒语 这个咒就是这么个家伙而已 我就听说把这个咒杀了 杀了这么个家伙叫咒了 未闻弑君也 我们也听说这个是算弑君 是以下犯上的弑君 所以这个话 其实是比较厉害的 包括君由大过则见 反复之不听则异味 这些话都是非常刺耳的 对后代的军权的 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破坏性 他这样的话 所以他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出来 他跟孔子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时代不同 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孔子对于 这个君臣的这个关系 曾经讲到过 这样君使臣以礼 臣氏君以宗 就是说你对我礼 那就是回报的就是宗 这实际上都是有条件的 君臣这个关系不是绝对的 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 孔子这个话 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 就是君臣之间 有礼 然后有宗 他实际上是已经讲了 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那孔子这个话 就要讲得绝对 孔子就会讲到彻底 他讲什么呢 他讲君之士臣如守卒 则臣氏君如夫心 你把我当守卒 我就把你当心腹 这是关系大家知道 这个守卒和心腹的关系 君之士臣如犬马 则臣氏君如国人 国人就是讲到 就是路人 路人甲路人义 你把我当犬马 我也不把你当什么 就是这么一般 如果君之士臣如土戒 如果你国君把老百姓 把这个大臣看成土戒 土就是土克拉拉 这个草戒了 则臣士君如寇仇 你把我不当一回事 我把你当这个敌人 所以这些话 这个讲的 实际上你后面分析 当然也都是君臣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 对应的关系 但是 但是孟子讲的话 显然比孔子更加厉害 讲到这个 他要把这个话 说到彻底 说到底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 当然后代有些人就不太 不太满意了 不太满意了 孟子是强调这个所谓性善的 孟子强调性善的 孟子的这个论证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过去的中国这些人 他论证的时候 他并不是从这个 他有一个很严密的推断 这样子来讲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人本来就有种种的心 他论证性是从心开始的 由心来论证这个性 他说心是什么心呢 就是说彻隐 善恶 是非 礼让 谦让 都有这些心 梁慧王那篇 大家都知道 那个故事 就是说 他要拿一个去 信中 先牵了一个牛 后来不忍去胡说 他说换个羊 孟子就从这里开始 你实际上有不忍之心 有这个侧隐之心 然后从这个开始 论证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心动 心实际上是个动的东西 这个性相对来讲是一个 是一个禁的 就是确证 我们讲这个 你这个人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人性是什么样的 本性是怎么样 所以他是从这个论证的 他说既然你碰到这些事情 当下就会有个反应 你会有怜悯的意思 有恻隐怜悯 会有觉得羞恶 羞耻之心 你既然有这种心的话 那说明你本性是好的 就是说你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了解什么是善的 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论证 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这个善是难以来 实际上就是先天 就已经富于你 本来就是说具有的 本来就是具有的 后来当然荀子是不同意 荀子讲性恶 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儒家 实际上是认可这一点性善 性善之说的 但是性善这个地方 其实也还是要理解 就是这个性善不是说 你性 问子论证性善 就是确证你就是性善的 其实孟子简单讲 他那个意思说 所谓的性善 人无有不善 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 原来的禀赋 或者在你这一生当中 它只是一个基点 是一种可能性 是一个基础 它并不代表 那否则你怎么来解释 这个事上有很多人 可能会有变化呢 所以后天是会有变化 是会有熏染 会有变化的 所以所谓的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无有不善 圣人与我同类 都可以讲是一种 是一种趋势 是一种实现的一种可能性 要最后这个实现 孟子其实他除了讲性善之外 还有很重要 他会讲养气 要无养我浩然之气 然后充塞天地 和天地之气贯通一体 这样子才能够最后实现你自己 还有他讲极意 极意 极是什么 意是什么 意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应当做的事情 我们讲意不容实 极意就是说你做你应当做的事情 这个最后你才能够最后完成你的善性 才能把你的这个性善最后实现 最后实现 生和意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要取义 就是舍身而取义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体现了他一种 有舍身取义的这样一种选择 这样实际上里面也很有很强的一种勇气 对义的取向 这点是以前好像孔子不太谈的 而且这个里面后来对中国的影响 你可以讲是非常之大的 非常之大的 就是说你认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 有很多人就去做 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一个很大的就是说 实际上就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孟子或者说儒家 中国传统里面对人的一个看法 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 其实除了这个物体的 形体的生命之外 有一个更高的意义在那里 一个更高的价值 当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 为了实现那个更高的价值 你可以舍弃你的肉体 这个形体的生命是可以舍弃的 这个是对人生的一个 我可以讲是人生的一种界定 对人的一个界定 这个法国的哲学家福科讲 这个人的历史只有两百年 人的历史只有两百年 这个话讲得很奇怪的 人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人的发展的话 怎么会只有两百年 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的那些特点 人应该遵循的 人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价值 什么叫做人 对人的这个理解 实际上是西方 这个两百年来形成的一个看法 人这个特点 人和其他动物非常不同的一点 就是我会说的 就是除了人是一个形体的生命之外 人是自我界定的 人是自我界定的 他不是一个完全是形体的 或者物理的这样一个存在 人是自我界定的 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很多的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的思想家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这个在儒家来说 在孟子来讲 对他来说 这个生命的意义 就是除了这个形体的生命之外 有一个更高的价值 更高的价值在 这个就是他对人的一种界定 所以反过来 对这一点 其实说如果庄子 跟孟子同时在 庄子 庄子就不能同意了 庄子说 这个怎么行 舍胜而取 你生命都没有了 你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庄子就是说 第一 你保全你的生命 生命是最重要的 生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认可的是保持你生命 当然庄子为什么会这样讲 庄子实际上是在乱世当中 随时会丧失生命的条件下 他讲生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所谓讲义 所以庄子就批评了 他说你圣人是为了义而死的 那个盗贼是为了利而死的 不管为了义还是为了利 你都是丧失了你的生命 对不对 都是丧失你的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们都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我也不是说 庄子就是对 或者孟子就是对 而是他们实际上是对人的 这个人生本身的 对人的这个界定 对人的这个理解本身就不一样 这两种理解就不一样 这两种不一样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不同 造成这样的不同 所以人其实是自我界定 人不是这个 人不是这个 就是仅仅一个物质的存在 物质的存在 也是因为 所以你回过来 意性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因为孟子既然是这样说了 他以这个性善为基础 他对于社会的政治观念 就当然是走另外一条路 他就会强调他的所谓的人政 他强调他的所谓的王道 强调这些东西 强调这些东西 当然我前面讲了 就像荀子这样 如果讲是性恶的话 就要讲法 就要讲法 用法来约束 要言行 赏罚分明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最后后来很多的法家 基本上就走了和这不同的一条路 那孟子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所谓的天性的观念 天性观念 孟子对于人的界定 对人性的一个理解 实际上是至于天地之间的 或者说是至于一个天人关系的结构当中的 天人关系结构当中 这个对后来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他实际上是为儒家的伦理 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依据 形而上学的依据 孟子在他那个静心篇的上篇里面讲 有这样一段话 他讲这个 静心者知其信 知其信则知天以 心 性 天 他有三个这样的层次 前面这个论证大家已经看到了 他怎么论证人是性善的 是通过这个心的动来认证论证的 所以他说 如果你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心的话 就能够达到这个性 性 达到这个性之后就能够了解天 天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存在 那么为什么会从心到性 然后就可以到天呢 就因为古人基本上就是所谓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天人合一 都是讲这个 好像完全变成一种生态思想 一种环保 环保理念 这个当然都是对的 但这个不是一个本意 真正的天人 就古人他都是有这样 在这个人世之上 有另外有一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其实我先讲了 孔子实际上是意识到的 但是孔子不去做太多正面的讨论 那孟子这里实际上是有的 包括 为什么实际上讲呢 其实是人的一切都是所天赋的 所以你们看那个 就是中庸里边的那句话 中庸开始就讲什么 实际上这个命也就是赋的意思 天命之谓信 天所给予你的 这个叫做信 所以所有这个人 人性悟性都是上天所赋予的 因为这个人 上天所赋予人的人性 那么你回过头去 因为这个是这样来的吗 从天 天到人的 对不对 这个是人的这个信 对不对 天父之谓信 既然这样呢 从人就是可以什么 孟子当然心和性有一个区别 他看到谈到心 然后呢 他从心就可以返回去到性 从性返回去就可以到天 就人天这样子可以沟通 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的 就是把伦理和宇宙 这个统合起来 行而上 人生和这个天地之间 可以把它统合在一起 是天赋予世间万物的 这个是性 那么是天的各种 它的基本的精神 就落实在万物当中了 落实在万物当中的这个体现 就是这个万物之性 所以呢 这个你如果反省自己的心性 就可以了解自己 在了解自己的同时 也就可以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 所以后来就是所谓 人可以反求诸己 就回到自身 但是回到自身 并不是说就封闭了 回到自身可以通达天地 可以通达宇宙 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脉络在那里的 有这样一个脉络在里的 那么所以中国的传统可能就是这样 对后来就是特别是宋代以下 宋路以下 对这点发挥的非常的充分 讨论非常专闻 其实从孟子开始的 孟子后来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也是这个 那么关于这个思想 关于他这个文学 或这个文章 孟子的文章当然比论语要大大的发展 丰富了 大大的发展丰富了 那么我们如果只谈这个文章的特点的话 可以讲 他呈现的是一个先情如是的一个形象 战国时候一个如是的形象 我前面讲了 得出的那个印象 对孟子这个人 相对于孔子来讲 这个人是更加这个阴气勃发 更加这个有棱角 其实也都是中国文章所塑造出来的 然后呢 你仔细读他的文章的话 可以看到 因为他他成篇章了 不是原来孟子 论语的那个一句一句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非常善于做匹语 就是取匹 然后呢发挥 特别的有气势 特别的有气势 这个是孟子一读文章 非常明显的一点 所以读孟子的文章是非常 可是他做很多这种基本的这个办法 比如说他讲这个重叠排比 他做重叠排比的方式 孟子有的时候你仔细分析逻辑 有些人研究逻辑 你可以看他论证其实不严密的 不是逻辑的严密 他就是这个一路就讲下来 因为我念一段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念一段 你们就有感觉像公孙丑 他里面公孙丑这一篇的下篇 里面讲 就是那段话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那段讲 三里之城 七里之国 华而公之而不胜 华而公之 必有得天时者已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臣非不高也 慈非不胜也 兵戈非不坚利也 米树非不多也 为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他就是可以把这个条件 排在地里 故月 玉民不以分疆之戒 故国不以三国之险 畏天下 不以兵戈之利 得道者多住 是道者寡住 寡住之志 亲戚叛之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叛 故君子有 故君子有不战 战不胜 你看他就是 我不好讲 严格的那个顶正格 但是他基本上 都顺着下来 对不对 你看他下面讲 得道多住 是道寡住 寡住之志 亲戚叛之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叛 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 他都 这个 很顺 那你仔细去想 他到底 逻辑是什么 其实 他那个前提 也未必是 所有人都公认的 但是呢 他就是这么 有气势这样讲 他很多这样的话 那个 排比非常之多了 非常之多 所以我觉得孟子的文章 他很重要一点 其实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气势 有一个气势 这个气势非常的充足的 这个 他有很多这样的话 然后呢 孟子这个人 我前面也说了 他实际上是 语言有很多很精辟的话 比如说成语 那个成语是很多 早期的典籍里面都有的 里面 比如说 他那个话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有一些话 他里面讲 有不渝之语 有求全之悔 不渝之欲 求全之悔 人之患 再好为人师 人之患 再好为人师 这个话我一直记住 因为是自己做老师 所以我很少说 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有的人很喜欢讲 你们该如何 我不敢这样讲 所以他很多都是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 孟子有的时候 而且这个人 我前面讲 就是他人格 他这些都可以说了 就是他文章有气势 有很多漂亮的言词 情成成语 这些都有 还有孟子我就特别想 这个人格 这个人的这个 从文章里都可以看出来的 他比如说 他和人辩论 他跟一个淳于坤辩论 那个淳于坤 跟他讲 讲男女瘦瘦不轻 这个男女瘦瘦不轻 这个是不是礼呢 是这样礼呢 孟子曰礼也 这是礼 然后这淳于坤讲了 扫逆 这源自以守乎 就说你扫子逆水了 你要拿手去救他吗 这个孟子就回答了 扫逆不远 是豺狼也 这个扫子掉到水底 因为照理讲 男女不能那个 对不对 但是扫子掉到水底 那个淳于坤说 你该不该用手去救呢 他说当然应该 如果去不救的话 就是豺狼了 男女瘦瘦不轻 离也 扫逆 源自以守者 泉也 就是那个泉变的泉 这是个泉 这是泉变 这是泉变 然后承逸坤就讲了 承逸坤好像寻寻善诱 什么意思呢 他这样 今天下你以夫子之不远 何也 天下都已经水生火热当中了 对不对 火热没有 水生当中已经进到水底 你赶快就是要来拯救 你现在不拯救 不源自以守 何也 为什么这样 孟子给他回答也很厉害 人家也都被他绕了 对不对 孟子非常厉害 天下逆 源自以道 扫逆 源自以守 执欲守 元天下乎 他就说 天下道要用道来救 扫子逆水 用手来拉 你现在让我拿手来 拿救天下 其实这个论证 就是说 其实上下文 你看了以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再讲一个什么道理 但你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咄咄逼人 但也很机智 反应很快 这种地方 我觉得特别能看出孟子 人的特点 人的特点 这些地方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 所以孟子和孟子代表儒家的重要的代表 那么下边 道家来讲老子 老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有智慧的人 但这个人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清楚 《史记》里边记载了 其实三个人物 又讲他后面又有什么太史丹之类的 搞来搞去都搞不清了 跟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人物不同 孔子和孟子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的生活经历 我们都是可以大概知道的 但老子和庄子的生活经历 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其实都是不清楚的 孔子和孟子 基本上特别像孔子 我们是基本上可以做出他的年表的 老子和庄子是没法做他们的年表的 你看那个史记 史记的老子传和庄子传 是司马迁为他做的传 但你要和孔子世家来比的话 你根本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来比 所以它是非常模糊的 这个当然可能和儒家和道家 是有所不同 儒家他基本上要入世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 是留下痕迹的 道家基本上是出世 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的痕迹越少越好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知道 所以老子的时代 我们大概的推断 他应该是生在孔子之前 孔子之前是孔子上一辈 或者起码是上半代的人 早半代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儒家的典籍里面 和道家的典籍里面 都记载了 孔子曾经向他问礼 孔子曾经向他问礼 那为什么要向他问礼呢 就很简单 因为他是周的首尝试之史 你读实际就可以知道 那个周的首尝试之史 他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 非常有文化 因为他读了很多的文献 那么过去最重要的就是历史 历史是所有人类经验和智慧的 这个承载 都是在那里面 所以这个老子能够读那么多书 能够拥有那么多书 坐拥书成 那他当然就是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老子就去见 孔子曾经向老子去问礼 就问礼呢 但是你们看那个史记里面那段话 就非常有意思的 他问礼 那个老子就跟他讲 他说你问我的那些人都已经死了 他们骨头都烂掉了 没有什么好问的 然后他说我来教教你吧 然后讲了一通话 讲一通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你把你的这些所谓娇气 这个所谓自得 这种欲望之心 这些全部给去掉 两骨身长若虚 那个成语也是你讲的 真正是两骨应该身长若虚的 孔子那时候可能年轻 根据贾大 孔子那时候可能也就30左右 气还比较甚 所以老子就跟他讲 讲了一通 答非所问 他就问礼 其实没有按照司马迁记载 其实根本没有问出一个结果 孔子去见他 根本没有问出一个结果 然后孔子回头就糊里糊涂了 晕头转向 然后他弟子就说你怎么回事 后来他就说 哎呀 他说这个天上飞的鸟 我可以用剑把它射下来 水里的鱼 我可以用网去把它打上来 老子这个人不是一个龙 生龙见尾不见手 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情 所以就搞晕了 所以后来人中之龙 实际上就是后来 就从这里来 孔子对老子的一个赞扬 后来很多讲这个人中之龙 都是讲这个人是非凡的 比如说 今天就在那里 然后我可以用射下来 然后我可以用射下来 然后我可以用射下来